探索宇宙人生真相,見證世間因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由最賢堂送幸福住。 第398集,遊玩密到人跡刊見地, 二朝野靈性野禍賞身。 尊敬的師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現在是北京時間10點42分,公元2016年6月12日。 剛才我們在八群跟大家分享了一個解古故事。 平時老宋是老宋講故事,今日是老宋講股事。 這個股是鼓惑人心的股,是一種邪法。 哈哈,不是講股票呀。哈哈,切莫誤會,切莫誤會呀。 為什麼有時候老宋會指出,究竟是哪個字呢? 是因為老宋的普通話說得不太好。 具體是第幾聲,老宋分不清楚。 小時候,小時候摘的根基不穩啦。 所以,現在的小孩拼音一定要過關。 我小時候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好老師, 拼音沒有學好。 拼音是什麼時候懂的呢? 是在初中學英語、學音標的時候蓄雷旁通的。 懂得一些平音。 但是,具體是一聲、二聲、三聲、 還是四聲呢? 我還是分不清楚。 只能夠憑著感覺來。 有時候,聽一聽廣播, 看一看電視,看人家讀這一個音。 我就照貓畫虎。 哈哈,有樣學樣來讀。 讀一下。普通話沒有過關。 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測試普通話是多少分過關呢? 我好像剛好差過一兩分。 還補考過。 這樣就辛苦了我們整理故事的同修了。 經常看他們討論或者諮詢我。 師兄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會打出幾個字, 根據我的那個聲調。 實際結果不是我的講解的那個意思。 這樣就證明了我的讀音是錯的。 不能怪大家。 老鬆也要學習、學習。 如果給大家帶來不便, 敬請諒解。 說到這裡呀, 今天講到一個古事。 邪法、邪術。 不妨跟大家聊一聊。 平時你有什麼樣的審美? 有什麼愛好呢? 喜不喜歡旅遊呢? 喜不喜歡搭青呢? 喜不喜歡攝足一些人煙刊治之地呢? 還是喜歡去墳地呢? 總之,不要看老鬆說了那麼多, 覺得你沒可能這樣做。 告訴大家, 有這種愛好的人不在少數。 我記得以前剛剛上網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網友。 他在網上告訴我, 他有一個愛好, 就是喜歡去墳地。 只有在墳地裡逗留, 他才能夠覺得安寧, 覺得舒服, 覺得自在, 覺得很滿意。 當時聽他說到這樣呀, 搞到老鬆無骨悚然。 什麼情況呀? 現在就懷疑, 他是不是身上有附體呢? 還是身上有其他心理障礙呢? 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了。 我們也多年沒聯絡了。 也不知道對方是否還有這樣的愛好呢? 我相信故事中的聽眾應該也有這樣的。 也有些同修, 喜歡去探片。 也有各種愛好吧? 喜歡去一些偏僻的場所, 郊遊, 或者放鬆。 昨天晚上看到了一個報道, 有六位高中生, 高考之後去放鬆。 於是大家悠哉游哉地 到了山後面的一條小河, 還是小溪? 還是小湖? 具體是什麼狀態, 我不記得了。 大家應該都看到了這樣一條騰訊新聞。 其中有四位拿水而望。 大家想想,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浸死的都會游泳的。 一個從來不懂游泳的人, 他敢不敢下去呀? 我想他不敢。 尤其不敢在這種野外。 大家想, 是不是呀? 一般初學的都會在游泳館。 這個指的是現代人。 以前的古人, 你就是讓他去也沒有游泳館。 就像我們小時候, 水都見不到, 還游泳館。 是不是呀? 六個人, 死亡四個, 三分之二都是匿忙。 證明什麼呀? 是一件無緣無故的事嗎? 絕對不可能。 雖然老宋沒有去探測, 但是按正常的思維來推理, 也能猜到一些有靈性干擾。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水中可能有不乾淨的東西存在。 我們探訪過波陽湖, 知道波陽湖的水底有魔王。 那麼其他水底呢? 水本身屬陰, 水下是陰中之陰。 那麼存在妖魔鬼怪, 就沒有什麼稀奇可言。 正常、合情、合理。 而且, 你又去些是人跡刊誌的地方, 陽氣本身就弱。 再加上你入水中, 體溫自然散發得更快, 那就被這些靈性有了可乘之機。 奪你的命, 或者尋找替身, 你就一命烏庫了。 為什麼老宋提到這件事呢? 是因為夏天到了, 大家追求清涼。 有些在湖邊, 有些在海邊。 大家覺顯神通, 或挖泳, 或養泳, 蝶泳, 自由泳, 方式不同。 總之, 最緊要涼快。 誰不知呢? 其中好多地方, 都潛伏著危險。 聽老宋的宗告, 在聽故事的所有師兄, 請你看緊你的小孩, 不要隨意地去水庫, 或者人煙悍置的地方, 或者偏僻的地方游泳。 更加不可以大意, 以為你在身邊加護著小孩, 就一定不會拿水。 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或者你自己都自身難保。 也就是說, 你實在忍不住內心的激情, 很想去游泳。 那就請你選擇游泳館。 既涼快, 還相對安全。 這裡加了一個相對, 就是說沒有絕對的事情。 保險起見了。 夏天了, 大家喜歡去搭青。 野外有野果, 有野花, 天氣溢不熱, 大家很容易想到去露營。 這個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搞到老宋都蠢蠢欲動。 但實際是什麼情況呢? 你可能感受到不乾淨的靈體。 而這個靈體可能前身跟你有姻緣。 如果不是, 今生也未必能傷害到你。 因、緣、果佈、 因果之間有一個緣字。 如果要形成這個果, 必然要經過這個緣。 比如說, 那幾個小孩, 他有一種果佈, 就是被這些靈性奪命。 但是, 他如果不去水邊, 可能就會避過。 為什麼呢? 沒有那個條件。 條件不具足, 就好像一粒種子。 你不給他陽光, 他就無辦法發芽。 你不給他水分, 他就無辦法成長。 這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大家能不能理解呢? 既然如此, 我們為什麼要給自己平添一個樂園呢? 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 你就不要去那些人跡刊字的地方, 去探秘。 我記得有一位師兄, 他是去了一個地方, 叫做蝦寧。 我不知道是不是蝦龍的墳墓。 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叫蝦寧。 既然如此, 我們為什麼要給自己平添一個樂園呢? 避開不去, 那就沒事了。 話說,這位師兄, 他喜歡探秘, 喜歡旅遊, 去了一個地方, 叫蝦寧, 蝦坤的蝦, 是武則天的墓, 屬於唐高中李治 和武則天合葬的墓地, 位於陝西咸陽的蝦苑。 他游覽了蝦寧之後, 又在附近的山行游。 怎料回來之後, 身體就開始不舒服了。 最後得了一種病, 神衰竭。 這個病真是不得了啊! 其實是病危狀態, 也就是說, 你收拾些東西就可以回家等死了。 最後怎樣呢? 最後天眼探查, 發現黑氣微慢, 但一個靈體都看不見, 我們就估計其中必有可疑之處。 這是其他師兄的一個案例, 魯宋是借過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有可疑, 那就要看一看, 到底是什麼物品, 什麼東西在搞怪呢? 這個師兄搞不定, 於是就求助於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做法展現原來是一個殭屍。 這個樣子和電視裡的那個樣子不一樣啊! 不是說穿著一件殭屍衣這樣的樣子。 比較噁心。 在這裡做什麼呢? 他在這裡吃這位同修的腎臟, 他吃的不是肉體, 而是裡面的精華、精水, 是精氣神啊。 所以說, 這位同修才會得腎衰竭。 探查因果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殭屍前世和這個師兄的緣份 還不太厲害。 就是今生結了一些樂園, 他旅遊探秘, 踏足了殭屍所在之地, 觸犯了人家的禁忌, 所以才有此一劫。 如果不是碰到一個法師, 這位同修將會一命烏夫, 哪裡來就回到哪裡了? 哈哈! 現在社會上無神論者居多, 講究科學, 以為現在這個城市化, 比較多那些妖、魔、鬼、怪 總是出現在農村。 告訴大家, 真是不一定的。 只是這個城市裏的人 一關在家門, 大家互相不干涉, 形同陌生人那樣。 而農村人, 邊家發生一些事, 村頭就傳到村尾, 只需要幾分鐘, 速度驚人。 因爲大家彼此之間都認識, 都熟悉。 就是這樣啦。 另外,城市這一邊可能是人口聚集在一起, 陽氣畢竟比較盛一些, 農村住得分散一些, 陰氣比較重一些。 就是這樣啦。 儘管如此, 城市依然會有, 而且還不少咯。 大家千萬不要因為科技成行, 就不記得祖先的告誡, 展現自己的個性, 胡作非為。 你去了一些地方, 或者當下並不覺得。 不是說去了以後, 馬上回來就發高消, 馬上回來就生病。 不一定的。 有可能是幾個月之後, 或者一年之後, 或者十年之後才發作。 有些潛伏期是很長的。 沒有天眼的發洩, 還是大多數。 沒有天眼見證的, 也是大多數。 這些靈性, 為了隱藏自己的來源。 就好像這個人一樣, 他去了潛伏, 不是說回來之後馬上就生病。 也是過了一段時間。 如果不是遇到天眼見證, 那會是甚麼情況呢? 那大家就沒辦法 知道這個身上附體的原油出處了。 就不要施發。 就好像一個人, 跟你有仇。 你今天, 先和人家吵過交。 晚刻, 人家就把你的車丟爛了。 你就猜, 這個人太過份了。 他就是重點嫌疑人。 知道是誰人了。 而另一種情況, 就是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你今天和人家吵架。 人家翌日, 見到你, 還和你打招呼。 過了幾個月, 甚至幾年, 人家晚刻出來, 把你的車丟爛。 這種人, 這種人真是夠陰濕了。 是不是呀? 你怎麼想都想不到, 連一個嫌疑人都懷疑不出來。 其實, 天日, 靈界也是如此。 老宋說這個故事, 並不是教大家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千萬不要誤會呀。 我們是君子, 不報仇。 君子要量大、福大。 君子要學會放低。 如果不是, 怎麼能夠稱之為君子呢? 是不是呀? 你看, 故事中說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水庫, 一個是蝦寧, 都是墳地, 或者偏僻的地方。 沒說過的地方, 還有很多。 因此, 奉勸大家不要輕易去探秘, 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有一些時間, 自己多念念佛, 重重經, 看看經典, 老子、 莊子, 這一類的書。 開闊一下視野, 途野一下情操, 那多好呢? 何必增添那些無謂的煩惱呢? 自己病了, 令父母擔心, 是不是也是一種不孝啊? 人生多修行, 不要任性。 任性不是報以詞, 不要被現在流行, 迷惑了雙眼了。 好了, 現在是北京時間, 11點11分。 魯宋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說一千, 到一萬, 是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去中惡恩, 千萬不要平添樂園。 這樣, 再加上多做功德, 那自然就有善果。 自然家和, 美哉, 妙哉, 福哉, 隨此之外, 別無他法。 感恩、感謝, 阿彌陀佛。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屠虎, 若有見聞者, 識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願以此講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給諸偉善知識, 回向給所有聽小故事, 轉發小故事, 隨起小故事的師兄、 朋友及一切眾生。 願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開心, 早日正誤成佛, 人人回歸極樂佛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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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